你进入了那种状态 你自己都 哇 都吃惊 我怎么做到了 我怎么那么投入 好像感觉我就是那个人 我就是为了那个角色 在争吵 在争取 在反抗 这一切 感觉你就在做这件事情 最近没什么戏拍 没有保持在那样一个 积极的活动的状态 还有就是 演员罢工 然后上课的课堂的人员的减少 乱七八糟 好多方面综合在一起 导致了这样的一个 很奇怪的综合症 还有一些原因 就是现在夏天天气热 我不知道也是不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然后暑期孩子的时间也不固定 要在他们身上花很多时间 综合起来吧 特别到今天 就看到群里面有一些同学说 我今天我也来不了了 我的新伙伴也来不了了 我孩子又生病了 我有个audition 我来不了了 我后面又有改变计划了 我又会来之类的 就是各种情绪会影响 肯定不止我一个人 肯定别的东西也会受感染 就是会觉得哎哟哇 那到时候去了会不会只有四五个人 跑那么远特别是我 我是住的最远的一个 我住在最东边 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开车 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这样的路程 我开车要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然后又感觉现在进步很有限 就是进步很慢 没趟跑一个多小时去 然后一个多小时回来 就为了上去演那么一场sing吗 就是有点怀疑 这样是不是值得 或者说是效果有多好 我不知道 你们看了你会有什么感受 给我一些评论 或者给我一些建议 然后你也有过这样的时间吗 你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这个礼拜 还有最后一堂课 今天星期三嘛 那唯一对我来说 有一个可以让我小小兴奋的 就是这个周六 我有个广告要拍 但是这个广告全是 对着那个提词器来说话的 因为太多了 有十几页的文字要说 不太可能 绝对不可能背下来 在短时间内 但至少这是一个活嘛 有钱赚 今天人少 但也没有太少 跟上次还可能还多一两个 很快就上完了课 现在是12点45 我就已经离开了 那今天的话 上课的时候 大伙都做得还挺好的 然后有一个是替补的 就是 他的partner不在 然后另外一个人替补 然后之前可能那个是 一直就是状态 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来上课 也没有表演经验 所以总体来说 没有让对方带到 那个一个好的状态 这次这个替补的 那个就帮他把情绪上 带到了一个很好的状态 使得他 哇 他感受非常好 因为确实是 另外一方会带动另外一方 老师上节课也说了嘛 下个星期26号开始 就会进行下一个环节了 所以这个sing就要结束了 今天的感受就是 大家 这个sing做得比较好 比较投入的时候 就是当你忘掉了一切 就是你忘掉了 你刚才所 之前所准备的 或者说是你的 你已经沉浸到那个地方了 你已经都不知道我刚才 哇 怎么就这么流畅 这么就完成了 的那种时候 那个所有的多数的moment 可能都是非常自然 和非常的带路的 就是那看的人 观众也会被吸引住 然后看到每一个细节 都会觉得非常过瘾 所以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拍一个电影 每一个部门的人 做好自己的工作 是大家的福气 当然这是职业的要求 你都要去这样做到 当所有人都这样做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拍这样的一个片子 意义多重大 然后收获和那种喜悦有多大 就好像你在拍场戏的时候 你的非常投入 你进入了那种状态 你自己都哇都吃惊 我怎么做到了 我怎么那么投入 好像感觉我就是那个人 我就是为了那个角色 在争吵 在争取 在反抗这一切 感觉你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时候 专业的摄影师 那组里面的每个人都是专业的嘛 你是演员 你尽可能的做到专业 那摄影师当然也是专业的 所以他在你这么投入和出色的表现的时候 那摄影师又碰过他的技术 抓得那么好 那这个电影是多么美妙 这个moment是多么的美妙 然后所有的后面的背景啊 又是美术师啊 那个布景师啊 他们去把它做得那么好 production design这些啊 然后录音又录得那么好 然后导演又卡得那么准 就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好的时候 你想那片子会很差吗 那一定不会 这个片子一定会很棒 我今天来的时候 还情绪不是很好 那种状态不是很好 但当我看到这个同学们 和包括自己表演的时候 有一些地方好的时候 就会很感激很感恩 感觉这样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看的人 对得起所有的crew 这些成员 才有可能做出一个好的一个作品片子 那真的就这样的话 你就所有的之前的学习啊 准备啊煎熬啊痛苦啊 你都会觉得很值得 对这个今天就是突然几场戏 几个同学让我产生的这种很想分享的感觉 然后呢就在我一下下课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邮件 就是我收到那个audition 11点44分收到的这个audition 结稿时间是3点钟 也就是说我只有3个小时去准备 不过还好 这是一个MV的audition 然后没有太复杂的这个要准备要背的词啊什么东西 就还好了 所以我现在就早点离开赶紧回去 回去把这个也拍了 然后明天呃星期六拍的那个广告呢 也要准备有12张纸嘛 我也要去呃 好好的去过一下背一下 然后同时也要录一个视频给他们 OK 今天就 哇 这边冒烟干嘛 撞车了吗 着火了吗 热闹到干嘛 在干嘛 着火了吗